逃因569天,女情报官靠返台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33岁女中尉燕梅 前年前逃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不成 因与其拘留,昨天被英国遣返回台 结束569天的逃亡日子 她已下飞机,就由调查人员押解,宣读权益 女调查官随即替她上铐 这时她突然抗拒,还拿起外套盖住头部 她昨晚遭台中地检署,依涉嫌入海空军刑法逃亡罪 且有逃亡事实,向法院伸压获准 叶梅的母亲昨天在机场见不到女儿 傍晚前往台中地院,对财压结果非常失望 律师则转述叶梅说法,表示很震惊,难以接受 叶梅高中毕业后,到美国读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2010年考上军情局五年制专业军官班 完训后,授与少尉关阶 隔年升为中尉见习官,进入军情局 前年6月,她却因无法适应军中生活 向军情局申请赴泰国旅游 再转机抵达英国,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但英国未准与政治庇护,去年底将她逮捕 移送移民军遣返中心等待遣返 她上个月接受苹果岳阳电话访问 耿叶表示,29岁才考军情局 完全是基于爱国心 但从任职第一天起,全局上下都对她有敌意 同袍和长官取消她年龄 组长还嫌她装化太浓 她自备午餐不到餐厅吃饭,就被说不合群 她多次表达申请离职都被回绝 不得已才潜逃,但军情局官员无奈表示 叶梅收训一年期间就吵着要退训 任官后,她的行径任性又幼稚 长官还要负责辅导她 但她仍我行我素 前年韩星张庚索来台 她既没请假,就跑到机场当追新族 让她的主管遭行政陈处 叶梅昨天被押解到台中市调战后 心情平复不少 吃了阳春面加卤蛋 还指定要喝珍珠奶茶 吃完后才被移送到台中地检署 晚上生涯获准 叶梅的律师昨天强调 因军官无退场机制 叶梅的案件是一场悲剧 在士兵的部分 如果她是服役三个月之后 她认为不适合 其实作为一个简单的运务 这样就可以申请退 那当然违离警局官知道 这军官完全没有任何规定 那其实在叶梅在任官不到三个月 她其实就已经想要申请 她认为说她这件事 国防部则表示 叶梅还年轻 只要改过自新 仍可重新再起 动新闻综合报导